欢迎收听修真世界第371回 他死死的盯住了眼前的太阳子 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顾明公激动的呀 浑身都哆嗦 宝贝呀 绝世的宝贝 等他得知 这是太阳神术结出的种子的时候 身上竟然泛起了 如同高潮一般的苏麻 老天爷呀 太阳神术 传说中的太阳神术 他不是早就消亡了吗 当他得知 他能够得到几颗来研究的时候 他险些幸福的晕过去了 没有什么比传说级别的材料 对精通炼器的浮袖 有更致命的杀伤力了 然而当他得知对方的来意 只不过是想在太阳子内 布下一个传送阵的时候 他这个人差点疯掉了呀 传送阵 他说的是传送阵 这样珍贵无比的 无价之宝 竟然只是用来做传送阵的 他险些把来者轰了出去 他绝对没有办法忍受 令人发指的浪费 不过对方很快的就让他知道 不配合是个什么下场的 伟大的老板亲自 跑来做了一番他的思想工作 与众心肠的勉励了一番 这才离开 可怜的顾民工啊 完全吓傻了 虽然说老板一句都没有提定破神光 一句呢都没有说 倘若不配合怎么怎么样 但是顾民工还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啊 他不敢有一丝的怠慢 得了吧 浪费就浪费吧 糟蹋就糟蹋吧 俺只是个打工的 然而他很快的就发现 这个穿着黑衣服 整天那像鬼魂一样 飘来飘去的家伙 是史上最严厉 最恐怖的兼功 接下来的情况 比他想象的更加的复杂 太阳子非常罕见 别说他之前呢 从来都没有见过 就连那些炼器的典籍之中 也没有提到过半点太阳子的性质 顾民工不得不从头研究起来 太阳子内呢 充满了霸道无比的太阳神力 这些太阳神力 是太阳神术经过了长时间的 据为存真而形成的 霸道无比啊 灵力一入其中 便会被太阳神力吞噬 根本没有办法在里面绘制扶阵 他跑去的向仆妖解释 被仆妖皮头盖脸打回来了 仆妖恶狠狠的告诉他 什么只需要一个结果云云 可怜的顾民工啊 连撞枪死的心都有了 只可惜的落入魔鬼的手上 往往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啊 被打得哭着喊着 跑回来的顾民工 只好更加疯狂的研究 想尽一切办法的研究啊 我做出来了 我做出来了 神经质的疯狂的大笑 在房间里回荡不休 搜的一声 仆妖就像鬼魂一般突然出现 二话不说呀 拿起桌上的太阳子 他的动作非常的小心 太阳子内的太阳神力 对于仆妖来说 同样是有剧毒的 神识一触即中 仆妖脸上流露出了欣喜之色 便毫无声息的消失不见了 仓族的长老会上 争论之声 从一开始啊 就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仓泽在角落里边一声不吭 这个地方可没他的什么发言权 对于长老们的争议 他眼中微不可查的 闪过了一丝不难 他觉得那些吵吵嚷嚷的长老们 简直老糊涂了 没有大人 那会有仓族的现在吗 未来 在这个乱世里边 像仓族这样的小部族 有几个能生存下来的呀 他们还以为这是战火烧不到的后方吗 现在哪里还有后方啊 没有战力的不足 就像是一块肥肉 谁都会毫不犹豫的 扑上来咬一口 胡那人一直啊在帮大家训练战步 不过要是以为仓族可以自保 那实在是太愚蠢了 自己可是大人的追随者呀 仓泽挺直的腰杆 面无表情的听着长老们的讨论 大长老注意到仓泽的不满 心中一动 忽然开口点名说道 阿泽呀 你对仓族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一位长老不满的说 大长老 阿泽这么小 他能懂什么呀 大长老的眼中呢 猛然闪过了一丝寒光 沉声打断 闭嘴 阿泽呢是未来的组长 说这句话的时候 动动你的脑子 刚才的那位长老满脸羞红的退了回去 大长老权威极重 沧泽呢也是仓族指点的组长继承人 顿时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沧泽的身上 这沧泽呀也不怯场 他不看这位长老 静止说道 我是大人的追随者 无论大人走到哪里 我都会跟到哪里 众人一愣啊 他们这才想起来 阿泽呢是向蒙哥追随者这件事情 在妖界非常重视追随者的誓言 成为强者的追随者是许多人的梦想 没有人呢会轻易的反悔的 大长老知道阿泽心里不痛快 阿泽呀 你继续说嘛 沧泽呢忽然扫了一眼诸位长老 诸位长老 我们很安全吗 世道很安全吗 我们很强大吗 强大到哪怕战乱到来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自保吗 听了这话之后啊 房间之内是鸦雀无声 我们没有战步 我们没有战将 哪怕仓痕树到手 我们也没有自保之力 然后呢 我们被人吞并 我们仓族不传之秘 仓痕树也会落到其他人手上 他们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的 仓族毫不客气的 倒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大人会吞并我们吗 大人会需要我们的仓痕树吗 各位长老 你们难道忘了 这仓痕树 是从哪里来的 有什么比再一位能够打败 玉衡军团长这样的绝世 战将麾下更加的安全呢 这是荣耀 仓族的眼中 上过了狂热 随着长老啊 无不动容 沉默了半场 大长老毫不掩饰 脸上赞赏之色 哎呀 没有想到啊 我们这群老家伙 还没有阿泽一个年轻厚生 看得透彻呢呀 那些原本阻止千足的 长老们无不露出了愧色 天烈之灾 天烈之灾呀 大长老深深的叹息之声 在房间之内回荡着 哎呀 不知道要流多少血啊 各位 莫要心存侥幸 乱世开世了呀 所有人神情沉重 他们在反复咀嚼 大长老的这句话 大长老呢 忽然站了起来 神色郑重 朗声说道 各位 举此乱世 我 沧泽想延续下去 需要一个更加强力的领袖 在此 我提阿泽为新任的组长 沧泽发出了一声惊呼 拼过之后 我服役 服役 同意 一个新的时代 就这样到来了 南岳他们在见到 昨末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可谓精彩 难道他们知道啊 大人很年轻 但是亲眼见到 所带来的震撼 远非在十指玉里边可比的 而更让他们吃惊的是 大人居然身处修真界 他们现在才明白 为什么大人要他们来之前呢 更改成修者的模样 不过 吃惊归吃惊啊 就和野灵一样 南岳他们也没有人 对祖墨妖族身份 有所怀疑 一个熟知各种失传妖术 能够完成破玉之战 能够打败玉衡军团长的家伙 除了妖 他还能试什么呀 修者 这个小伙可真冷啊 这一点啊 他们和野灵的想法一模一样 觉得大人啊 肯定是沦落修真界的 某个落祸世家天才之类 难怪 妖界那帮家伙 怎么找都找不到大人呢 他们此时啊 恍然大悟了 大人根本就不在妖界 如今佐墨 是名副其实的云海界之主 云海界夺的是大大小小的云岛 他挑了一个幽静的云岛 安置仓族 南岳他们到来的第一天 狐妖就迫不及待的 给他们安排了全新的训练 狐妖啊 褚褚满志 身为当年横扫天下 妖族最顶尖的战将之一 他下定了决心呢 要把南岳他们打造成 妖族第一战将 他下定决心 让魏 好好的认清现实啊 为什么小魏子 你只是一个墓碑甲 而我仆呢 却是第一战将啊 可怜的南岳等人 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就被扶妖踢到疯狂的修炼之中 安静无人的云岛 不止一千尽致 简直就是天然的魔鬼训练场 在左墓放拳之后 永海界迅速的稳定了下来 被选出来的都是永海界得高望重之辈 而永海界仅有的两位元英纪的前辈呢 自从上次太阳神殿当众落奔之后 便仿佛从这世上消失了一般 这次魔军入侵 也没有见他们的踪影 许多人呢 猜测他们已经离开了云海界 想想也对 这次丢人实在是丢得太大了 他们哪还有脸面留在云海界呢 安排好了一切 左墓亚决定深入云海寻找水云台 这次他没有带很多人 云海深处并不适合大规模的战斗 一名向导 左墓 尾胜 宗如 阿鬼 还有朱小 看上去啊 更像是一个旅游观光团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战斗力 绝对在云海界八江 左墓 尾胜 宗如三人联手 连元英七的老家伙都可以听一听 左墓本来就没打算带阿鬼 但是不要告诉他 水云台在捕捉的当场服用效果最佳 左墓这才决定把阿鬼带着 傻鸟呢 一脸骄傲 女王般的夺着鸟雾 旁若无人的跟在了阿鬼的身边 里都没有里 左墓呀 小塔和小火 死皮赖脸的拱在了阿鬼的怀里边 小黑抱着阿鬼的头发不肯松手 食品和阳光呢 俨然那是一副尽职好保镖的模样 在阿鬼的身边是飞来飞去 左墓 俯额满头黑线的 比无耻耍赖 左墓亲手调制出来的朱小 个个深得他的真传呢 被搞得头大的左墓 只好作罢 反正他一个也是带 带一群呢 也是带 而且转念一讲 他们也是不错的战力 傻鸟不消说了 朱小之中战斗力第一 就连左墓都有一些 琢磨不准 其次是食品 隔三差五的就跑去找虫子的麻烦 一身实力早就脱胎换骨了 小塔呢 是左墓的本命法宝 天天看他玩耍 不务正业 估计呢 也只能在不务正什么的用用呢 阳光的伸手 左墓还没有见过 小黑战力为零 不过是寻宝的好帮手 小伙们路上可以解闷 左墓带着一条人马浩浩荡荡的出发 向导名叫康德 以捕捉水云胎为生 对永海深处非常的熟悉 根据康德的安排 他们需要啊 先飞到一个名叫尖嘴雨的地方 从那里向下潜入云海 尖嘴雨呢 是云海界非常有名的云海入口 云海深处有着各种各样的危险 如果随意的从一处潜入 往往都是有去无回啊 尖嘴雨在很早之前 便是云海的入口 那一带云海相当的安全 没有什么厉害的怪物 从归岛到尖嘴雨 路途颇远 有许多路段呢 没有传送阵 准备充分的左墓 把乌龟号宝船带在了身上 免去了长途飞行之苦啊 伟圣宗儒 两个人天天是闭关修炼 左墓呢 每天和朱小玩耍兮兮 空闲的时候 便把从太阳神殿 获得的金叶拿出来 慢慢参悟 这片金叶啊 不知道用什么密法炼成 里面的内容呢 是极为的丰富 只是由于出自远古 忽多晦涩呀 难懂的地方 左墓心态颇强 也不着急 有一大无一大的看着 除了修炼神力方法 他的一些远古的密心啊 也是颇有兴趣的 比如说今夜里面不断能够发现 云海界在当时呢 非常的荒芜 并没有其他部落生存 这大概是这座神殿能够保留下来的最大的原因 让左墓感兴趣的是 今夜里面呢 还隐约透露出了神殿一直在云海界寻找什么 但是始终没有找到 左墓这才恍然大悟 心中的一些疑惑也就此解开了 清灵大哥曾经说过 这座神殿在太阳部落等皆不低 这样的神殿呢 不应该建立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部落嘛 怎么会建在荒芜的云海界呢 不过今夜内并没有提及 他们寻找的到底是什么呢 但是有一点呢 可以肯定 他们并没有寻找到 因为技术的语气始终流露出了淡淡的遗憾 左墓的神力修炼呢 也是一天未停 但是进度缓慢 神力修炼起来的难度比修炼三力要大得多 好在左墓并不着急 唯一让他有些郁闷的是 三力变得平衡之后 他的灵力大有提高啊 但是离金丹呢 还差一次 如果能成功的突破金丹 他的实力便会在一夜之间暴涨数倍 神力也会水涨船高 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 不过 左墓啊 已经相当的满足了 神力定破神光 大日魔体 几股荒芥树 哪一件不是古怪无比威力强大的东西啊 这样的东西自己都炼成了 它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修真世界 第三百七十二回 三百七十二回